哈喽大家好我是金老鞋 最近有一部非常火的 由小说改变的电视剧上映 很多粉丝表示向我解说 所以没错 今天老鞋给大家带的 就是沙雕全魔古装科幻片《庆余年》 这里需要组组生命的事 《庆余年》有回名之类的小说 最大的不同是 前者是大阴谋宇宙开篇 以姐妹生世为主线 所以全场会让人 带着她们的心态来看 最怕的就是剧透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剧透 影片一开始为了方便穿越 这部剧就提示大家 这个故事是我们现代人 在图书馆里写的一本小说 在小说里我们男主范贤 是一个来自未来的 纪录力中的患者 附身在了一个婴儿身上 虽然保留着陈建的思想爱 但和身体不允许 陈建的思想暂时没用 他老妈在生他的时候被害 老妈的朋友虾哥 就一路带男主逃跑 还遇到了前来坚硬的 监察院一哥陈平平 类似于明朝东庄厂功 今天进行为指挥室 至于他是不是纪录力 不可考不妄言 俩上了之下就决定 把男主范贤 送到带人老家 由奶奶抚养 作为范贤私生子 小范贤自然是爸不吞 奶奶不爱 这些小孩还被管家欺负 范贤一看 别拿私生子不当受精卵 实在不是艾拉结晶了 于是教了管家一个道理 范叔要承认 艾拉要站好 别看他这么猖狂 这计划就已经是 他的童年巅峰了 没过多久 监察院三门班长老独废杰赶来 结果被男主一顿接一顿 反复暴打 没死 那作为男主的好叔叔 我们下个毫不犹豫的 崇拜了我们的男主 原来废杰是一个用毒大师 只是想想当是个男主当老师的 管家是远在精神的阿奶奶 也就是男主后妈拍来的 自然不希望男主有本事了 于是他就暗示废杰 让男主他成功废物就行 废杰打的名义是 教范贤学习艺术 那至于是什么艺术 哎没错 管家主犯那学现代解剖艺术 这样看也没什么毛病 自从费劲来了之后 男主范贤的童子那也就告一段落了 老东每天叫他如何下毒解毒 那主要方式就是 给男主下毒 让他自己找几条解毒 这道子男主格然差务 就会表演那狗喷鼻血 作为反击呢 范贤也给老毒下毒 让他每天面对面喷鼻血 这样算下来 东大基本上是自产自销 身体也是每况愈下 至于这个虾哥就更了不起了 他跟男主一本物理秘籍 让他自选 范贤表示恨疑惑 于是他问 为了解决男主的争气 以及物依问题 夏哥想到了一个天才方法 这么一顿打下来 那霸道是一点不霸道了 争气那是真的气 于是费劲与夏哥 一个赌一个打 组成了独打组合 这构成了男主童年时期的主要部分 对上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 范贤的父亲叫他回京 知道此行 必然是凶多吉少 奶奶是终于真心流露 很多人说 这里奶奶的转变 有冷漠到不舍 有点突兀 其他语言组中 奶奶倒是希望 把范费那批养成一个平凡人 自古英才 招人度 慰问佣人上史书 从未完顾之下 虚度一声 从好挂去当豪杰 阴间造势 说个题外话就是 《庆余年》这本书 在范费有皇室的架构上 接近的是红龙梦的格局 即范费的奶奶是皇帝的儒母 范费的父亲因此门家族兴旺 而自己自己有一点像 写红龙梦时期的超越琴 有一股词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的感觉 一个男主竟然参与龙争互动 废人样成计划也然失败 震惊流露也就自然而然 来到金城之后 毫不一怪 范费立刻卷入了各种阴谋 有皇太子找了一大波妹子 想要毁了范费的名声 范费又在一股势力操控下 入入帝国神庙 在神庙里 他遇到了我们的女主 也就是鸡腿妹妹 总之在经历千难万幸之后 男主终于回到了父亲家里 在这里他遇到了 本次出演的地主家的傻儿子 他是二弟范诗泽 四川遇到了范费 这个范诗泽就开始进入 从绽放到自闭 从自闭到人生信念绷布他 最后重新找回人生理想的过程 他呢跟他娘 也就是范负的阿娘娘 那是人无其名的 主要用来范儿 他准备展现王八之气使 天地姐姐出现了 他熟练的跪下了 当他老妈子他去耍诡计 他熟练的跑了 对于他来说 别跟我谈什么阴谋 我就想搞情 如果没有范诗泽 范儿这个人物 这个故事呢 你会显得过于厚重 看着会非常严肃 可以说他是这部剧的 一个小亮点 这娘俩一个战斗力5 一个战斗力1 加起来战斗力4的货色 那自然是被男主 轻松搞定 那只是随便一说 是不是你要杀我呀 阿娘当场就自爆了 所以当范儿回来知道 母亲居然要杀人 被通过之后 还在这儿母吃自己笑 当然这世界也太刺激了 这位男主被接回来的主要目的 是男主的老妈当年留下一个国库 在这里被称为内裤 老妈死了之后 内裤被长公主掌控 男主他爹饭剑就修饿儿子 能把长公主的内裤夺过来 男主一听 这个计划有点刺激 这牵一发耳动全身 因为一件事引发整个草堂 由属性游过班飞腾了起来 各方势力不会云厥 为名为利为财 勾心斗角和这种连痕 庆云年的故事 这里才正是开始 作为一个看完小说的人 很多事情别的不能说 但是就目前来看 这部剧因为一些喜剧元素 都显得不这么沉闷 值得一提的是 庆云年这本小说 也存在很多恶趣味 以及至今部分 比如男主出见父亲 就是想靠制造肥皂 玻璃以及白糖发产 这是早期回传小说 经典三件套 其他人像是启明喜欢用碟词 陈萍萍 海上朵朵 斯里里 赞朵朵 范瑞瑞等 其实除了恶趣味 还有一些是作者的粉丝名字 他就直接改编引用了 此外 这部剧还聚集了 如陈道明 达康苏蒂等 一大批老戏骨 看起来也是比较带劲 第一集 少年范琴的扮演者 也就是我和我的祖国中 那个童年适量的小朋友 演技也是秒杀很多演员 非常有看头的 好的 本期视频就这样 喜欢不要远点关注 和这一条新闻下期 再见